来来来,今天Alice & Vita又要做叶饼 今天我们会做紫薯香芋的冰皮叶饼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做的 紫薯香芋是代表它的类馅 材料方面我们会用到50克的糯米粉 50克的粘米粉 30克的小麦豆粉 30克的炼炉 200克的水 那我是用来秤的 半茶匙的香蕉香精 50克的糖粉 30克的油 那油的话你也可以用牛油来取代 那馅料方面我们会用到乐本的紫薯 还有芋头 总中料是要有500克 那你可以300是紫薯 200是芋头或者是一般一般也可以 用到麦芽汤60克左右 糖方面的话可以30-40克 就看一下我们紫薯的甜味 也要用到30克的油 那缺了以上的材料 我们还需要50克的糯米粉来做熟粉 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会把50克的糯米粉 我们会放进烤箱 300分菜烤它15-20分钟 不要烤到金黄哦 只要烤熟它烤箱它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炒的方式咯 放进烤箱 我们先来准备馅料 我今天用到300克的紫薯 200克的芋头 先把紫薯芋头洗干净气皮 那我用到的是冰冻的芋头 所以含水分会比较高 先把芋头切成小方块 把切好的芋头放入一个锅中 我今天会用煮的方法来处理 那大家也可以用蒸的 蒸的话大概要30分钟 我先把芋头放入锅中 再倒入100克的水 我们先来煮芋头 因为芋头比较难熟 稍微的先煮个10分钟 用中小火来熬煮 时不时的翻动芋头 继续把紫薯切成薄片 或者是小方块 10分钟 10分钟后 芋头已经稍微的变暖 我们可以把紫薯加进去 然后再倒入400克的水 继续用中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 直到紫薯芋头都软烂熟透 那大家可以用大一点的锅 我今天用的锅有一点小 煮的过程中 记得要不时的搅拌 煮好的紫薯芋头 稍微的放20分钟左右 再放入搅拌机来搅拌 那我们要把它搅拌成泥 越细腻就越好 把搅拌好的薯泥过筛一次两遍 直到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把锅筛好后的薯泥倒入不沾锅中 再加入30克的油40克的糖 用中小火来熬煮 那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盐来提味 继续用中小火熬煮20到25分钟左右 在熬煮的过程中要不停的搅拌 免得沾黏在锅中 在熬煮了15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把60克的麦芽糖加入 加入麦芽糖后 我们继续的翻拌继续的熬煮 再煮个5到10分钟左右 直到芋头薯泥是我们所要的粘稠度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调甜度 记得糖不要一下子加太多 就少量多次的把糖加入 鼠泥煮到不再粘连在刮刀上 而且翻动的时候是很轻易的翻动 就像这样的质感就可以了 然后把薯泥煮到最后 再倒入一个碗中 盖上保鲜膜 保鲜膜尽量的贴做薯泥 放凉后待用 半个小时后把放凉的薯泥分成16个等分 滚成圆球形 每个等分是25克 把做好的薯泥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后就可以使用 从烤箱起出烤好的手粉放凉后装进容器中待用 接下来来做饼皮部分 把所有的粉类 糯米粉 粘米粉 小麦蛋粉 还有糖粉 全部加入一起过筛 我们可以过筛一至两次 把200克的清水 还有30克的煉乳加入粉中 最后把30克的油 还有半茶匙的香蕉香精 全部的加入粉类 把所有的材料都加入容器中后 快速的搅拌均匀 尽量的搅拌到没有粉粒就可以了 把搅拌均匀的面糊过筛两到三次 准备一个蒸盘抹上少许的油 再把面糊倒入蒸盘中 盖上保鲜膜 把蒸盘放入蒸笼中 用大火把蒸笼中的水烧开 记得蒸笼中的水一定要沸腾 才把我们的面糊放入进去蒸 那我们大概要蒸25到30分钟左右 全程用大火 25分钟后把蒸好的面糊取出来 用筷子或者刮刀把面糊分成小块 帮助面糊快速散热 利用刮刀把粘连在盘底和边缘的面糊分开 盖上保鲜膜 让面糊放凉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面糊的温度应该是属于烫手的 大家必须戴上手套来操作 我们要尽快的把盘中的油都揉进面糊底 利用刮刀尽量把粘连在边缘的面糊 加入面糊底 这时候的面糊是属于很粘稠的 所以我们必须戴上手套大力的揉搓 使用洗衣揉搓法 大概揉个8分钟左右 8分钟后把面糊放在胶垫上 或者是铺了保鲜膜的桌面上操作 这样就不会粘连在桌面咯 我们继续的揉搓大概3到5分钟左右 直到面糊像这样的质地 就是拉扯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断开 做好的面糊可以放入保鲜袋 或者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后才使用 2个小时后从冰箱起出面糊 再从面糊里分出6个小等份 每个等份是20克 把6个小面糊调上喜欢的颜色 可以用色素或天然色粉 绿色的话通常可以用上抹茶粉 颜色调好后记得盖上保鲜膜 先把月饼模具和手粉准备好 把薯泥馅料和面糰从冰箱起出来 今天的食谱可以做16个饼皮 每个25克 如果只是做单一颜色的叶饼 可以先把面糰分成16个等份 因为今天我们会做多色的手工叶饼 所以我会每做一个叶饼 才分出和称饼皮的重量 再做双色叶饼 我会用20克白色5克颜色的饼皮 面糰先搓盐再按扁 面糰的周边一定要比中心更薄些 把按薄的面糰盖在馅料上 下垂的面糰就往内推 满满的包裹做馅料 接下来把面糰翻过来收口向上 利用大拇指和四指把收口往内推直到密封 密封后把面糰滚成盐球形 收口朝下 桌面撒下少许的手粉 把包裹了馅料的面糰滚上薄薄一层的手粉 稍微的给面糰整形 整成椭圆形 起初模具给它沾上一点的手粉 那我们的面糰会比模具的宽度更小些 面糰放入模具中 再撒了手粉的桌面 按压停几秒 反开就可以脱模 把叶饼表面多余的手粉 用毛刷轻轻刷掉 我们的冰皮叶饼就做好了 做好的冰皮叶饼 必须收入密封的容器中 以免风干 冰皮叶饼刚做好的时候 口感会比较软 我喜欢把饼皮叶饼放入冰箱 冷藏一天后才吃 口感比较好 25克的饼皮和25克的薯泥比例 刚刚好 薄薄的饼皮包裹做满满的鲜料 清香的紫薯液 甜度和口感都刚刚好 大家可以尝试 放入冰箱冷藏 一般可以保存4-7天 过了4天后 冰皮就会逐渐的变硬 放入冷冻布可以保存3-4个星期 蓝色这个冰皮叶饼是我存放在冰箱第5天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质感 感觉还不错 就是没有之前这么柔软 还是可以吃 这个是放入冰冻后 再打出来回暖的 从冷冻布起出来后 可以像我这样放入微波炉加热15-20秒 加热的时间不时宜太长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太暖了 所以保存在冷冻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用微波炉 大家也可以从冷冻布起出来后 放在冷藏布 让它回暖 大概半天就可以吃 下一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手工和简单的厨具 做出美美的冰皮叶饼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